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随时都想要离开 而一旦心里有你了 那即便是要让她把自己给你 她也会心甘情愿 换句话说 女人愿意给你什么 往往直接决定了她有多爱你 而女人其实一身都是宝 但也会有一些重中之重 一般来说 女人身上有着三宝 一旦都给过你 那就是爱上你了 假不了 她银行卡里的钱财之宝 对于绝大多数普通人来说 谁的钱都不是大风刮来的 即便真的是大风刮来的 也不可能花在那些 她没兴趣的人和事上面 在两性的交往中 女人通常是扮演花钱的角色 有时候 她喜欢你 才会愿意去花你的钱 若是不喜欢你 尤其是不想和你有半点联系时 即便你给她钱 她也不会要 一般来说 女人银行卡里的钱财 就是她身上最重要的一件宝 如果说 她不仅舍不得花你的钱 反而还会把她自己的钱 花在你的身上 只要你有需要 只要她有 就会毫不犹豫地支援 那一定就是爱上你了 假不了 谁都不是傻子 会跟钱 过不去 女人更是如此 卡里的存款 就是她安全感的来源 她不可能连着都不要 她学习工作之余的时间 人的生命是有限的 每一天的时间 也是有限的 饭没有吃饱 你可以再吃点零食 没啥大不了的 但是 时间若是过去了 就再也拿不回来了 对于女人来说 自然也是心在哪里 就愿意把时间花在哪里 有时候 面对男人的主动靠近 若不是她所心仪之人 她便会觉得浪费时间 而若是心仪之人 即便天天陪她在一起无聊 都会觉得很幸福 一个女人在学习工作之余的时间 也是她身上最重要的一件宝贝 如果说 她都给了你 哪怕陪你安静地坐着不说话 也觉得很美好 那一定就是爱上你了 否则 和闺蜜聊天 玩玩游戏 看看剧不好吗 干嘛要陪着你 她自己独一无二的身体 天底下的女人 有千千万 但她只有一个 即便是 有在丰富的 感情经历的女人 也不可能轻易地 就让男人来占便宜 从她的角度 哪怕她长得不算漂亮 甚至还有一些胖 即便如此 她的爱也只能给她爱的男人 也只能让那个男人占有她 女人独一无二的身体 便是她最重要的宝贝 从牵手拥抱的肢体接触 再到接吻睡觉的亲密关系 其中也暗藏着她对你感情的深浅 换句话说 任何一个女人 但凡对你没有利益方面的诉求 却愿意把她自己给你 那一定就是爱上你了 假不了 也没有必要作假 是想想 哪个女人会傻到 拿自己去开玩笑呢 那代价也太大了 好了 今天的分享到这里就结束了 后期 我们将会持续给大家 带来更多情感小知识 帮助大家 分析女人复杂的内心 解决情感问题 如果对我的节目内容感兴趣 就赶快关注我的频道吧 感谢您的收听 如果您有什么不同的 或者更好的意见和见解 请尽情地留言 我将一如既往地 和大家保持互动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